一開始 兩個人在一起交往久了 溝通非常的重要 對 溝通只要一出了問題 兩邊就可能會大潮 或是更嚴重 甚至就是會分手 對 先應該是冷戰 沒有話題 對 但一講出來的話就惹怒 不好聽 對 或者是我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的態度會讓我覺得 非常的生氣 會非常的反感 就是說我跟你抱怨一個事情 然後你就是愛聽不聽的時候 是喔 然後是喔... 就是這種 這是很敷衍 很敷衍 這種情況 你會選擇一個人走一走 近一近 你怎麼知道 會不會這樣 會啊 就是不想要跟任何人這樣話 不想 就是沒有辦法繼續溝通下去 我寧願自己消化我自己的情緒 今天要講的是相處的模式 對 現在 3C產品非常的發達 大家出去吃飯可能就是 都不聊天 只是故障滑手機 這個滑手機的動作或玩手遊 對 會抓狂嗎 抓爆啊 因為我 就之前 因為我之前一任男友 他是非常愛玩電動的人 他不只是手遊 然後電腦 所有線上可以跟朋友一起玩的 他所有都要參與 然後當時就是 反正我每次就是跟他講說 那個BB 我要睡了 有沒有想我 想說睡前不都會跟他 就是那個情話一下之類的 對 就他講到一半突然說 上啊 上啊 怎麼不上 上過他 上過他 然後我說 就是把他前面回來弄BB 我要想你 然後全部說上啊 上啊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你在幹嘛 他說沒有啦 我現在在忙 你要睡了沒 你要睡了嗎 我說我要睡了 好 拜拜 就把我的電話掛掉 對 因為他每次都會跟他的朋友 就是玩線上遊戲 對 是在連線 你出電話在打電動嗎 沒有 他真的 你覺得他在 可能在看電視是不是 心情緊湊是不是 他看起來是跟人家有對話 對 他就是 因為他會跟他的朋友 就連線會打電動 然後還有一次是我出了車禍 就是跟車子發生差撞 然後我其實自己有點嚇到 然後我就打給他 妳被撞還是妳開車 我被撞 對 然後我就有點嚇到 而且對方我覺得有一點兇 有點讓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想要叫他來幫我處理 我一打給他 我說 怎麼辦 我那個被車撞了 他說 蛤 你被車撞 我說對 然後我說 那個你可以現在趕快過來嗎 然後我覺得對方就是態度很不好 因為明明是他不對 他可能就是硬要拗說 是我沒有看到他這樣子 我就一直說要叫警察 但對方一直叫我不要叫警察 就說這個直接我們自己處理很快 可是意思就是要我給錢的意思 然後我就有不高興 結果講到一半 他說 他就開始罵一堆髒話 就開始一直罵 然後我說 我說 寶貝你先不要罵 你先過來陪我好不好 他說 不是 我現在沒有辦法陪我 我現在我真的走不開 我現在這一招我沒有打完 我真的不能走 對 好扯的 他真的沒有理我 而且我一開始還想說 他怎麼罵得這麼起勁 還幫我罵 對 你不要生氣好不好 你趕快先來再說 沒有 後來還是選擇 在家裡面打電動 不行 你這個不行 這樣我一定會生氣 因為就是 那你跟電動交往就好了 對 搞不好他真的在在VR 在VR 那還是VR啦 OK 那這樣我就認了 OK 所以你跟電動幸福 可是他現在是已經發生之後 有一種衝突事件 他還不理你 他還是不理我 而且包括我生病發燒 我去醫院他也都不理我 這個 而且他那個時候 更誇張的事情是 他是每天打電動 打電動到他已經眼閉 就是他的那個 就是學分都已經補過 那他電動有到超強嗎 很強 很強 是真的很強 他就是他們的那個 那可以 因為電競職業隊也是不錯的 對啊 搞不好可以為國爭光 你應該鼓勵他這樣 但如果他真的可以這樣 我OK 但他就沒有 那看起來你是個負擔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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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理想當中 我愛了他的父母嗎 一個職業電競選手 心中的絆腳石 不就是你本人嗎 我就是絆腳石嗎 有可能 沒有 都業餘的好不好 都業餘的 對啊 因為像他還是男朋友 我是老公 那因為可能結婚久了 有時候他就是 我在開車他坐旁邊 你就看到他在滑手機 那當然不是玩電動 他就是可能在看一些新聞 或是幹嘛 或是FB 了解一下產業 那有的時候可能 紅燈的時候就想跟他聊天 我就說 我跟你講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說 他這次出國很可憐 他皮包被人家爬了 因為他又是導遊 所以他裡面有64萬的日幣 就沒了 他有放多少 台幣有多少現金也不知道 信用卡什麼都掉了 我說他真的很倒楣 我就這樣看他 然後他就沒回 什麼話都沒說 我想怎麼了 我就這樣看著他 然後他還在滑 這樣滑 我說你沒有反應嗎 什麼反應 不就被偷了嗎 那時候在開車 我們在開車 那個就按緊鈴煞車 沒有 紅燈剛好停住 然後他就說 就被偷了 要什麼反應 我說不是 通常人家不是會回應說 蛤 怎麼會這樣 他說好可憐 你又是敗敗了 我幹嘛 你不是應該要去問一下嗎 然後他就 就被偷了 我要講什麼 哇塞 到底是不想跟我聊天 還是不想要理這個朋友呢 真的搞不懂 可是妳的聲音讓他心煩 不是啦 我會這樣說 我會這樣說 神力姐 我說 他會有這個可能性的 我現在在想想好像有可能 我現在在想想好像有可能 我們結婚15年 交往4年 也19年了 我會聽我聲音呢 對 內容不是重點 其實他也沒有在聽妳講什麼 對 就是這個音韻 對 就是這個音韻 神力姐 你不要聽他亂講 對啦 我說可能性 不會啦 不會... 他現在不是這樣 哪有可能 不會 他不敢 不敢... 他如果這樣子 我就每天在耳邊叫 他睡著了 我也就講話 這警服這20年了 他不一定 你喝到很多耶 對 好啦 我也必須要承認 就有時候真的不是只有男生 會沉迷於手遊世界 因為像我其實也是會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玩一些特定 比較簡單 像Candy Crush的這種遊戲 然後真的也不是故意的 也不是說不在乎老公 那只是有時候他經常在跟我分析 就他在跟我抱怨的事情 其實不外乎就是類似 又被學生放鳥啦 或者是哪一個學生一改再改 然後最後就取消課了 然後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大腦裡面就跟上影色 我瘋狂的就想說 我要趕快攻破這一層 或是我要趕快攻破這一局 但是因為他講的 妳忽略了他的感受 對 然後但是因為這種事情 其實我們女人家很會演 然後再加上其實他常常抱怨 久了之後 你不用認真聽 你也可以非常就是 感覺跟真的一樣的在回應他 只有我有時候就是有一次 我就真的是太沉溺於那個 就是遊戲之中了 我就F-World 我就怎麼死了啦 搞什麼 我剛才就應該怎麼玩的 然後就突然之間一抬頭 然後就看到我老公 就是完全不講話 然後場面整個冷到一個不行 他就站起來 然後去洗澡 然後自己就像是睡覺了 然後我就有點覺得 完了被人家抓包了 這種感覺不是很好 這很糟糕耶 你 真的很糟糕 才剛新婚 你還好嗎 還好心 真的 但我必須承認 我也會打手遊 而且你還會截圖 Hole FB 好像滿值得的 驕傲的 對 就是因為 因為線上遊戲是用手機玩 那你如果別人打電話 你是不是那個遊戲就會中斷 對 我就會電話 按掉 然後就這樣 那個人就會一直打 新世代會這樣 那個人就會一直打一打 然後我就 按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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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先玩 然後玩完就說 不好意思 我剛剛在忙 結果你剛剛找我什麼事 你應該要把網路跟訊號 全部關了才對 對啊 就是誤擾模式 誤擾模式 下次用誤擾模式 但有一點我一直搞不懂女人 就是婚前婚後一定都不一樣 婚前我們兩個會一起玩手遊 婚後就不能玩 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後 因為要交網工 不能跟你一起玩 不是 就只有你只要交網工 對啊 他 他會 遊戲裡面要交網工 他會給你錢 遊戲裡面的錢 也是一種依賴 對 所以阿布 你說婚前和婚後 婚前會一起抓寶什麼的 婚後就是 現在只要有任何情況 我手遊拿出來打 他就是白眼 然後你知道現在玩磁雞那個遊戲 就是你一定要開聲音 而且要跟人家對話 所以他只要一聽到那個音樂 然後聽到有人在跟我講話 他就知道我在打手遊 而且他特別喜歡我在打手遊的時候 跟我講交代事情 都會這樣子 我跟你講 如果同樣的時間 我不是打手遊 我是在看其他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Rate本的一些腳本 他就完全不會怎麼樣 所以後來我就用這一招了 我們手機不是都有一個程式 就是一個按鍵按一下 就會跳出剛剛的程式嗎 我就先把那個握的檔先設定好 然後就開始打電動 沒有注意 然後等到他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就這樣 怎麼了 沒有 我在看腳本 我在看腳本 然後他就沒事 他就走掉了 但是這一招也是有突出的時候 因為有一次我就是跳出來 然後去按到聊天室的對話 聊天 然後我朋友剛好傳了一個 你知道嗎 就是騙人的那種影片 就是一開始你看好像是一個火災 還什麼的 結果隔了一會就開始 鬼火鬼叫 他就講 你剛剛不是說你在看腳本嗎 你這是什麼東西 對 還是會被抓包 有時候就是打電動會打到 ㄎㄧㄤ掉 因為打太久 我昨天晚上跟Miss Cole聊天 嘻哈的 嘻哈 嘻哈那種 他的助理經濟部的有一個 也是愛打電動 也是夢想當老舌歌手的 然後可是只是還沒有發片 就先當助理這樣子 要寄一個DEMO寄給廠商 就LIME 耐給他 廠商回說 你們公司怎麼會這個樣子 為什麼我傳色情片 真的假的 什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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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誇張了 他在唱什麼 太誇張了吧 沒有 他在DEMO 他想要寄給對方 可能那LINE按錯 按錯 好險喔 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吧 這不行 這不行 好險喔 這樣鬧不行啦 他要聽他糗耶 崔飛老師 這個手機 對 現在真的有非常多 年輕的情侶 為了滑手機 玩手遊 而鬧到分手 我真的遇到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還滿有機會 去科技公司演講 然後我發現 有些科技公司禁止員工在上班的時候 因為他們不能帶任何3C產品進去 非常嚴格 執行 竊取機密 對 所以就他們只能用最原始最原始的手 他們在公司不能滑 後來我發現 這種類型的公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就他們下班 吃飯 休閒 不管任何時候 他回家就是狂滑 就有一點過度矯正 所以他真的停不下來 因為他把白天沒滑的一次滑回來 一次不回來 對 所以我還發現說 真的有這種狀況 因為他們幾乎都在分享 他們下班全部都在滑手機跟玩手遊 所以像這種類型 我會覺得他們有些時候 真的就會忽略他另一半 因為他需要去補償 他在上班沒有得到的滿足 因為我也有發現 男生跟女生真的不太一樣 男生在玩手遊在跟你聊天 他覺得他已經夠重視你了 可是女生就會覺得你玩手遊 你應該好好的跟我講話 所以他們這種觀念不太一樣 然後男生滑手遊 玩手遊 其實滿多是為了紓解壓力 所以有些時候你越碎唸 他壓力越大 他越想玩 所以我覺得會形成一個 負向的循環 就可能公司別不一樣 你們有產業是要沒收手機的嗎 我沒有 我之前的公司是必須 你進公司必須把網路 因為它是3C硬體的公司 他要叫你把網路什麼全部關掉 他怕你竊取 對 而且你拍照什麼 他們都會在攝影機看得到 因為我們進工廠 是必須把手機全部丟 這個是很嚴格的 很嚴重 所以就變成說 因為很多人會 所以到處都是攝影機 對 那你如果想要挖鼻孔怎麼辦 那會被拍到 對 因為我朋友 我一個老大哥做鞋的 一張照片如果流出去的話 對方敵對品牌 50萬人民幣給這個工人 你只要拍到成品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下一季 或比方說Kobe要退休 然後他退休紀念款 流出去的話50萬人民幣 天啊 因為這個是商業機密 然後他們也不准你用手機 因為你會串聯 我有老大哥在越南也有工廠 你知道他是怎麼樣嗎 那天招會只要有6個越南勞工 同時暈倒的話 老闆被起訴 是直接他們會串聯 因為他就是要索賠 他是針對台商有這個 然後所以手機一定要沒收 然後取消招會 大淚淚 等一下同時暈倒 膽然 馬上起訴 然後因為要賠錢 所以台商是非常辛苦 所以這個是矯枉過正 有時候會覺得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女生可能在對於 對方玩手遊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他的背景 不要覺得 只有覺得他在玩手遊 就是忽略你 也許你可以了解一下說 他是不是有什麼 特殊的情形 那協助他把那個壓力變小一點 或者是說跟他講說 現在如果有些重要的時候 希望你還是可以以我為主 但也跟他稍微討論一下 而不要馬上就吵架 因為一吵架馬上就是分手 那這個是講手 有不能像我剛才那個 就是跟他講話他不回答 對啊 熱血了 被車撞了 然後也不理我 車撞也不理我 不過阿布的 我可以回答他一下 他對於他太太的納悶 因為結婚之後 女生的心理狀態 會有很大的轉折 結婚之前他會覺得是談戀愛 我們可以浪漫快樂 可是結婚之後 通常女生的心理轉折 就會過生活 你要努力 你要認真 所以他看你玩手遊 他就會覺得你不努力不認真 他會擔心你 但是這有一點不公平 就我老婆雖然不玩手遊 可是他會上網看一些那種影片 比如說昨天 他滑手機滑一滑哭了 我說你在哭什麼 他一樣花這些時間 就是在看一些這種 比如說感人的 或者是小寶寶 什麼又發生什麼新聞 或者是 昨天哭的是那個什麼 一個動物走了 狗狗走了 然後媽媽抱著他 阿姨抱著他 然後一直在那邊哭 哭著跟他講話 然後他就花了很多時間 在看這些影片 我說你每天把自己的心情 搞那麼差幹嘛 對 絕對 我覺得女人 就是讓我很好奇的一點 OK 我們來看下一個 剛剛是手遊 是浪費時間的3C纏不掉 現在是你跟他講了 然後他就會開始覺得 煩了 沒什麼耐心在聽你講話 這種的也是會讓人很生氣 因為像我老公就是 很明顯 對 他很明顯 很明顯 然後剛才那個延續 沒有 因為我們台北跟台中都有家 那就是有的時候他 那鑰匙都放在一包 然後他那天就是在台北的家 他晚上要回台中 所以早上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看到他鑰匙剛好在門口 我就知道他一定沒有鎖門 因為我們家的那個門 是要從外面鎖才能鎖住的 我就打電話給他說 你為什麼又沒鎖門 我一講這句你知道 他馬上就說 是有什麼重要東西 我就很重要 那就其實沒什麼關係 我就說 你很奇怪 他說好 不要再講 不要再講 他不怕你被騷擾 他不怕 網友闖空門看你火炬自射 對你怎麼樣那種 因為他覺得有管理員 應該是不太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還是 大樓有管理員 素顏前後他也蠻好 不是啦 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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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說我算很拉扣睡覺 無所謂的 對 反正他就聽到我講說 他就說你為什麼沒鎖門 他就說好 我現在在忙在忙 就把電話掛掉 可是其實我本來的意思是要說 你鑰匙沒帶 那我現在要出門去錄影 那我要不要把你送過去 因為你晚上要回台中 台中的那個電梯是要用感應扣的 你沒有那個感應扣 你沒有鑰匙 你怎麼回家 蜘蛛大盜了 四樓頂樓 我想說這要跟他講的時候 他把我掛掉 我就想好 你掛我電話 看你晚上要怎麼回家 你把他掛掉了 妳其實是想要惹怒他的 不是 他已經惹怒我了 我們兩個就是這樣子 互相求生存 互相傷害 就是這種存在感 用這種方式 我們就是真的是淹加 歡喜淹加 因為我們這樣子才會知道 你有存在在對方的心裡 歡喜淹加 因為到了晚上 你就會替他打電話 我忘記帶要說 我該 必須是要鎖匙 這很重要嗎 等這一刻對不對 就是等著你回家 我該 那後面剛好可愛 是不是 我覺得最討厭就是聽到 就是你有事情在跟對方講的時候 對方就只回一個 嗯 好了 冷漠 所以呢 那不然呢 你想怎樣呢 我想說你到底才想這樣 不是 那語調聽起來會很不舒服 對 他的語調都是那種怎麼樣 然後像我之前 就我一次也是忘了帶鑰匙 然後就是愛打遊戲的那個男友 他就是愛打遊戲之外 然後脾氣也超級不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忘記帶鑰匙了這樣 老夫少妻差幾歲 婚姻容易有危機 這樣道理這件事情是不是 比方說老夫少妻最容易發生 最容易了 因為老夫少妻 就是因為年長者 對 那個老夫真的會把他 當成女兒來看待 那個大概差幾歲 所以好發語 我覺得只要差到8歲 就開始好發語 10歲以上就更不用講了 超過20歲他幾乎感覺到